当手机第一次出现时 不仅尺寸非常大 而且也相当昂贵 由于这类旧型手机会消耗大量电力 因此需要很大的电池 才有办法运作 再加上当时的电子元件也很大 除了有着砖头一样的机身以外 旧型手机还必须装上很长的外部天线 才有办法进行通话 不过随着科技的进步 电子零件也变得越来越小 而电池的容量也大幅地增加 随着整体技术的改进 内建的天线出现了 手机也变得越来越轻薄 对大多数人来说 9公分的萤幕似乎还可以接受 而我们也曾经一度以为 萤幕永远都会保持这样的大小 但到了今天 你很难找到萤幕小于14公分的智慧型手机 智慧手机的尺寸也正不断变大 可是 如果我们有办法让手机既变得更小 为什么我们还要使用大小跟平板电脑差不多的智慧型手机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相机 现今的智慧型手机都装有高解析度的相机镜头 让我们可以拍出专业水准的影片 为了要获得高画质 手机就需要装上体积更大的感测器才行 手机中的镜头数量 也会影响到智慧手机的尺寸 因为要使用数颗镜头的话 就需要用到更强大的处理器 并消耗更多的电量才行 说到处理器 现今智慧手机的处理器要比1969年用来将太空人送上月球的导航电脑 还要强上个100万倍呢 处理器在运作时会产生大量的热能 而由于散热风扇无法安装进智慧手机内 因此制造商只好将手机做得更大 大机身能帮助功能强大的智慧型手机快速散热 而散热问题也是智慧手机多半使用金属来代替塑胶材料的原因之一 智慧手机的高解析影片 游戏、VR功能和其他许多功能都需要高速的网络 因此制造商在手机中加入了功能更强大的天线 这也会使得手机变得更大支 你可能会以为智慧手机害你增加了许多电费 因为你每天晚上都要帮手机充电 但是请放心吧 你的智慧手机实际上并没有用到太多的电量 就算你每天都帮手机充电 每年的电费都还不到一美金呢 你的智慧手机内部有一个隐藏的FM收音机 不过刚购买时这项功能是关闭的 制造商不会开启智慧手机的收音机 因为会用到收音机的人实在太少了 那你可以自己开启FM收音机 你只需要下载特殊的APP 和能作为天线的有线耳机就行了 很酷吧 有一种小秘诀 可以延长智慧手机的电池寿命 请不要将电量用光 或是将手机完全充电 在电量剩下30%到40时 就帮手机充电 并将电量达到80%到90时停止充电 不要把电量充到100% 这样对电池比较好 历史上第一位用手机打电话的人 是摩托罗拉的工程师马丁·库博 1973年 他在纽约的发布会上介绍了这台手机 为了向大众证明 这台手机真的有用 库博立刻拨出了电话 库博是个很风趣的人 所以他打给了摩托罗拉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 AT&T的工程师 乔尔·恩格尔 而他用手机说的第一句话是 乔尔 我是马丁 我现在正用真正的携带式手机打电话给你 你呢你呢你呢 没 后面有乱家的 你会在没有手机或手机没电时感到焦虑吗 那你可能有无手机恐惧症 意思是 没有手机的恐惧症 无手机恐惧症的人会害怕待在没有手机的地方 别担心 目前有针对这种恐惧症的治疗方法 智慧手机的价格可能非常高 有时甚至比笔电还要贵 不过这只手机实在太贵了 Folcom Supernova iPhone的价格 超过了4000万美金 背后还配有黄金和钻石制成的手机外壳 蓝牙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陌生吗 这个名称是来自于丹麦和挪威的国王 哈拉尔一世 后来英文被误译为蓝牙哈拉尔 而它可没有蓝色的牙齿哦 哈拉尔一世 是以成功统一多个北欧部落而闻名的 而蓝牙发明人觉得 这个名字相当适合作为能够统合 连接不同装置技术的命名 事实上 目前有一台手机正绕着地球运行 几年前 一些英国研究员 决定测试手机在外太空这种恶劣条件 能不能发挥作用 于是 他们用火箭将Google Nexus手机射向太空 而它现在人在地球轨道上的某处 现今每台智慧手机都有前置镜头 不过如果你想跟一群朋友合照 但手却按不到快门的话 那该怎么办呢 别担心 如果你有装上有线耳机的话 只要按下音量钮就能拍摄照片啦 智慧手机上的相机 不仅可以在有光的情况下录影和拍照 而且因为感测器非常灵敏的缘故 还能看到红外线 你可以自己在家试试 拿着电视遥控器 对准相机 然后随便按下任一个按钮 虽然肉眼看不见任何东西 但你可以看到手机萤幕上有出现闪烁 我们都知道智慧手机可以读取QR码 但手机其实也可以透过特殊的APP来读取条码 因此 如果你在商店里却找不到价格标签的话 那就用手机来试试看吧 如果要将智慧手机变成显微镜的话 就来用这个技巧吧 如果你将雷射光笔的镜片装在手机镜头上的话 那你就能看到放大100背后的图案 你也可以将它们结下来当作高解析图片 研究显示 手机上有大约17000个细菌 这比大多数马桶店都还要多上10倍 因此 用餐之前 请想想上面有多少细菌吧 90%的日本手机都有防水功能 日本使用者 甚至会将手机带进淋浴间 第一款防水手机于2005年发布 在这之后 越来越多的制造商开始为手机加上防水功能 以符合消费者这种不寻常的使用习惯 在中国 透过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网的人 已经比电脑还要多了 由于智慧手机通常比电脑更便宜 而且也能处理跟电脑一样的工作 因此 行动装置比起电脑更加实用 现在有许多方便的APP 可以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加轻松 我们在数位媒体上的时间 有大约一半是花在他们身上的 不过 有研究表示 我们很少尝试新的APP 美国的大多数用户 每个月的APP下载数是0 手机上的GPS服务 并不需要网络或数据就能运行 GPS系统是由每12个小时 绕行地球一圈的24颗卫星组成 我们的手机 几乎可以在地球上的任何位置 免费收到GPS讯号 最早预测到手机出现的人 是在1909年 身兼发明家和工程师的 尼古拉·特斯拉 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 特斯拉这么写着 人们总有一天会携带一种便宜的装置 它可以在海上和陆地上的任何地方 接听和通话 900公斤的手机中的黄金含量 比900公斤的黄金矿石中的黄金还要多 因此 回收旧手机不仅可以做环保 还能让我们赚一笔钱 嘿 真是一石二鸟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那么请给这个影片点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哦 这里有一些很酷的影片 我想你也会喜欢的 你只要点击左边或右边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